台股涨到了11000点 很多的全职股共襄盛举 但我们发现到 落后补涨的鸿海 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做了发动 我们看一下鸿海的日K线图的话 可以看到它不止没有跌破低点的位置 更在这一波以气势如虹的方式 突破际线 那鸿海如果真能够稳住 那是不是在鸿家军 甚至在郭董治军之下 鸿海舰队也能够往前走呢 那么大家现在都避开说 鸿海让它马上上涨的一个情况 但是到了3月份的时候 我认为因为已经涨了千点了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对象变得比较少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量能应该也会持续地来做一定的一个增加 或者说那么一些比较被动型的基金 将会来做一个进场 所以他们从国际上的眼光去看的时候 说实话我刚才跟各位提到的这些 所谓鸡蛋水饺股的国际型基金是不能动的 倒是各位可以去试试看说 找找看比跟净值相比 六项1463红盛 甚至像1608华融等等这些股票 大家可以各自去做参考 那么你从鸿海家族上面去看的时候 其实已经慢慢地在动了 从哪里先看到呢 从鸿海的地底先看到动起来 我们先看一下所谓3712的永威好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波刚才提到的 郁静光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 但是大家忘记一件事 以前有一档股票叫做3428的光耀科 光耀科呢 它也是做手机镜头 特别是中国大陆手机镜头的 那么这一波来说的话 大家认为中国大陆将来呢 那么自行创造 大家都知道说中国大陆的山寨风 或者说自己做手机的一个能力 其实也慢慢起来 而且呢那个创意是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可能一支手机上面几个镜头都有 加最多手机六颗镜头 是啊是啊是啊 这个很可能不是全球的size 但是如果在一个小区域里面来做一个贩卖 还是蛮有趣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像3712的永威呢 其实它就是光学概念股光耀科 那么来做一个所谓主轴来做一个成立的 那么股价也才刚刚打完底部之后没有多久 所以在整个一个光学概念股 都已经先行上去的时候呢 那么这些三公司合并的永威 各位有没有发现呢 第一个那么他们从上市之后 因为重新上市的关系呢 套牢卖押并不大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头肩底也正式完成 而且呢还没有越过所谓前方面的一个高点 加上筹码比较轻 所以这几天当中永威其实开始慢慢动起来了 第二个呢看2392的正威 凡是会把自己的子公司来做一个合并 或者说做一个所谓重新整理的 那么表示母公司一定有所为 那么我们应该很清楚看得到说 其实呢正威因为大部分是放在连接器 跟穿戴装置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么包含所谓连接器 其实呢这些年当中的连接器 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甚至呢大家现在很流行 所谓的蓝牙耳机里面是无线的 那么正威一方面站在通路 一方面站在连接器方面的一个立场 规格变得越多 那么各种各式各样的3C商品 越多的时候连接器呢 有的时候你自己看说 哇这个是接拿你都自己想不起来 连接器的一个器材又特别贵 毛利又高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我反而觉得 如果把正威跟鸿海放在一起 当做一个所谓家族来做一个观察的时候呢 那么正威这个地方呢 似乎转型的速度是比较快一点点的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卖苹果的商品 而不是说今天替你做苹果 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转型或者转身的速度 成本控制的速度上面 会来得比较好一些些 所以各位要看鸿海家族 必须要从外围 慢慢地往所谓鸿海本身来看 那么今天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鸿海因为明年开始 今年开始要进入所谓 比较所谓裁剪人力 或者自动化的情况 所以以前跟孟平连线的时候 也常常跟各位提到 六四一四的化汉 这种所谓自动化部队的观念呢 那么你如果说真的认真去看它的时候 它真的在上涨 只是说最近真的因为鸿海家族 要不像这个价钱并不便宜 这绝对不可能是 长线很低了 绝对不可能是两块人民币买得起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说 似乎它动作是比较慢一点点 但是打底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现在鸿海家族不是体质不好 而是就这个资金行情上面来说的话 大家在等说存够了钱 再把它抬上去 有这样的一个态势 在做一个行动的情况 我们从这里再衍生说 6451的讯新 为什么要从这边来衍生呢 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次是以5G概念股来做一个带头的 那么它的光纤收发模组的晶片封装 打进了5G的概念了 加上它本来做的这种 所谓的晶片封装 是属于特斯拉以及电动车方面的 一个所谓封装测试的 那么生物晶片产业 也跟着一起来做一个推出 之前讯息在赚不到什么钱 去年前三季来到0.84元 各位我们发现一件事 它1月营收双升的状况之下 整个股价是顺着均线 非常顺利地往上 假如把它整个累积下来 这个行情最像现在行情的感觉 有点慢慢增高的味道 我觉得有那个基本面慢慢增高 你看那个成交量一直在减少 意思是要等到有一天 突然间量跑出来了 那下面买进来的人 似乎大家都有个机会说可进可出 那个时候才去讨论 其实在量缩的状况之下 反而显得更为安全 我们认为说这次鸿海家族里面 特别就像迅心这样的个股 培养这种小经济 鸿海通常来讲的话 请各位抓住一个最简单的观念 只要鸿海能够创新高的时候 是鸿海带动小经济 那只要鸿海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因为鸿海在前年122块是高点 所以反弹过程当中 都是小经济带动大经济的机会 会来的大了许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以这个所谓6451的震危 打进来所谓的我们所看到的 5G方面的供应链 加上这几个就不用直接又看现行的 3062的建汉 那么2314的台阳 各位去想想看 中国大陆开始进入了 5G方面的一个整顿 那么鸿海也进入所谓601138 也就是工业复联里面 来做一个最主要的领导者 这两党属于这种网通方面 服务的概念股 怎么可能不够呢 那么加上各位看到没有 2328的广语 我还特别把它提出来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建汉跟海洋 那特别跟各位提广语是 第一个 零组件流通 因为工业复联跟我们一般的 这种所谓的阿里巴巴 那是不一样的 阿里巴巴是卖给我们大家 吃吃喝喝的东西的 那么工业复联主要是把 鸿海家族里面大大小小 有关从城市到城镇里面 所有厂商跟建构的这些客户 那么他们到底缺了什么东西 经由这个物联网 这个孟明的工厂 马上缺什么 我马上送过去 所以对于广语这种 所谓的流通业来说的话 其实具有相当程度性质的 加分作用 加上广语就是刚才跟各位提到 它是做连接器里面的一个大厂的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特色 要跟各位讲了 第一个 现在最好你不是做制造工厂 你要是做通路的话 因为变身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行情有什么变化 景气有什么变化 你反而可以隐隐地过来 那么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连接器这个部分 由于你看蓝牙耳机 AirPods 现在电子相片 折叠手机可能 越来越多了 不久也要做出来 苹果可能不久也要做折叠手机了 那到时要怎么去连接 这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发挥性质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部分来说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广语其实就我们台湾的 现在所谓的三创 那么附近其实他们来讲的话 拥有相当不错的一些资产 那么其实也有相当程度的资产观念 所以我认为工业复联 这一旦开始来 其实工业复联 从跨年到现在为止 也已经涨了接近23到24%上来了 所以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代表工业复联 工业复联其实比较像过去的鸿海 也是一个大舰队 是个超级一个大舰队 那么既然已经涨上来的话 我认为那么鸿海家族应该在3月份的时候 迎接这一波资金行情 至少也会有一定程度以上的一个涨幅 好 所以从这个电子股来看 静泽今天花了很多时间 带大家来看 鸿海集团这一次是母以子为贵 还是有小金鸡 有机会在带动鸿海 当然大家也怕说 现在指数1万1 选股的难度很高 又怕最近刚好买在高点 会不会涨到补涨股 可能这个涨势也相对是比较偏向尾声 所以掌握一点时间 副总怎么看待盘面有没有过热的迹象 那么我们根本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往往在元宵节过后 那么假如元宵节之前 这个行情都没有热起来的话 这个行情的确当时 孟明在问我们的时候就说 会不会跨元宵节 会不会跨元宵节 只要元宵节那个时候 不是非常热 那么就有机会往上推 大家担心元宵变盘 但从最近4年 其实元宵节前指数涨 节后指数继续涨 我要跟各位来讨论一些事情 指数重要 在这几年的元宵节 那么特别是印象当中 蛮多次的 那么元宵节前后或跨年前后 那个有的时候一涨起来 50档涨停 80档涨停这种情况 那么过去7%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比较资深 那会讲一些老经验 过去7%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有那个200多家涨停板的 那种股票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而且每天叫起来 只要你不好意思讲说 你的投资组合不是全部涨停的话 绩效就不算好了 那请各位留意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所谓资金行情 那换句话说元宵节 第一个所谓的 央行也好或人民银行的资金 也还没有设回去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为什么说买低不追高 因为当这个资金行情上来了 指数回到1万点了 我的股票都没有动 我的股票还在9块还在10块 那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 不合理之间的价差了 连台币都上来 那当然你有机会 从低档往上来做一个反弹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由于年报是4月份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 有些你实在那个EPS 看起来都是-3 负2 负1的 全部都是负的 那种连分析师都不会算的EPS 只要有那个题材 只要有那个资金 甚至只要有那个筹码 那个股票都有机会上去 所以我这边反而会请大家 可能刚才提到的 像这位16开头的概念股 那么许多 不管是大雅也好 华融也好 那么这个股价都还在10元以下 或14开头概念股的 那么不管是利利也好 利鹏也好 这个部分 大家都可以去寻一寻 似乎有些个股 有可能在我们今天玩的节目之后 属于10元以下的概念股 或15块以下的概念股 都有机会 那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整个币值 或者是资金行情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了 小杯子 你只要拿一壶水倒下去 马上就溢出来了 如果你是拿一个大桶子 倒下去的时候 感觉它那个水位是不会动的 所以台股是潜叠型市场 所以小杯子 应该说这种所谓的 鸡蛋水饺股 一旦真的开始涨上来的时候 我认为这样直接说好了 我们做节目 或者说大家看我们电视 都希望大家能够欢欢喜喜的 假如在1000点之前 真的大家一看说 这股票涨什么都不敢买 那3月份 或许这些低价的 你熟悉的股票 就能够带给你 未来的一个所谓 补给各位一个 第一季的红包行情 好 因此掌握第一季的 红包行情 尤其放假回来3月份 是季底最后一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的操作 格外重要 那感谢副总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他给大家一个方向 不是重压电子股 因为已经指数大涨千点 他反而认为 有一些传产股 像是包括台尼集团 那电子股 像是在红海集团都有操作的机会 那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要带您掌握教学的是 主力融资融券的这个涨点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